林业及自然保育署花莲分属和退休的玉东国中老师王嘉纳合作 透过他的台湾牧响家人才培育协会 特别在花创园区举行了来自山谷的职人手艺 牧响家国产财手作家具特展 行政员党陈建仁今天在花莲也特别前往花创园区来参观 并且给予鼓励 希望可以让更多民众看见专业目光记忆 也翻转偏乡教育的可能性 林业及自然保育署花莲分属致力推广国产木材利用 近年与来自花莲县193的手工木作品牌牧响家合作 将国产财的创作除了培育专业目光记忆人才 也展出每一件匠心独具 网络精品的木衣家具 及其返乡在花创园区举办来自山谷的职人手艺 牧响家国产财手作家具特展 想让家乡的民众看见这些偏上孩子的成长与蜕变 那我们从1071年就开始跟王老师这边进行这个合作 那从老师在运动国中到现在成立这个木想家 我们都一直在跟王老师密切的合作 我不敢说跟老师这边很多金贝上的一个资源 但是老师的确把我们的整个国产财做出一个很好的诠释 那我们也希望透过未来继续跟王老师的合作 把我们在花园生产的这些木材 透过王老师的巧手让他带到国际去 不仅让世界不仅认识台湾也可以在树花里的这些木材 这个义卖商品呢 我们会把所有义卖的所得 带会花园捐给花园的教育面 那我们非常感谢这个机会 能够让自己入想家的孩子有机会能够会社会 那我们从小到一直到长大成人呢 我们在过程中受到很多外界的帮助 那我们其实在教孩子是比受更有福 那我们今天有这个机会 能够让孩子跟他们双手去帮助更多的人 那在这个地方也特别感谢就是 就是会希望在这个过程中还赞助我们 那我们也未来可能会把这个计划再变大 然后再把这样的一个商品推到台湾的各地去 从玉东卡本特到创立社团法人 台湾牧奖家人才培育协会 王家纳之力以技艺翻转偏乡教育 并运用外来种银河欢 结合松浦毫米 推出手勾面纸米盒 一脉所得将捐给花莲在地弱势团体回馈社会 除了纯木工 也结合花莲大理石藤边等 制作精品家具 向外输出玉璃在地美学工艺 行政院长陈建仁也在26日参访花创园区同时 前往给予支持和鼓励 看见青年技艺 也认识国产才之美 藉着蒋芳燕华林市报导